現在你看不到 但是實際卻是在約束著我們每個人的行為 所以 你即使15歲你也想做愛 但是你可能就覺得還是比較 還是不太好 18歲以後可能還是好一點 好一點 所以社會學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 啊 這個 有一個看不見的社會規則 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那這個社會規則這個力量 剛才我們講說 我們的行為受到一個無形的力量牽動嘛對不對 那這個無形的力量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規則 那這個社會規則看不見 莫不著但是它實際存在 影響著我們每一天每一刻的行為 所以即使大家15歲都成熟了 是不是所以就會偷看黃色書開呢 是不是所以就會去做某些事情呢 可能會跟同學跟誰 摸摸抱抱老老老親親的 但是呢你還是不敢 愉悅那個界線 好那是我們整個社會文化 的一個一個東西 那也就是我們社會學講的第二點 第二點 我們要去發現社會學 要去發現那個社會規則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社會規則 每個社會都不一樣 每個社會都不一樣 那在不同的文化 比如像說在原住民 原住民其實也分很多族 比如像說台灣族 布農族 阿美族 或者是說達悟族 他們的文化也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社會規則就會跟 漢人社會規則不一樣 跟漢人的社會規則不一樣 同樣的比如像說在那個不同階級 有錢人想的就是跟你不一樣 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思考方式 還有像說那個異性戀跟同性戀 異性戀跟同志的文化不一樣 所以同志圈的文化 男同志比同志他有一套社會規則 跟異性戀的社會規則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我們整個社會學就是要去發現這個 這個規則是什麼 來我們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繼續 我來問他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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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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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電影社會學書的建家教學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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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換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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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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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一次耶,比較不好了,是照片 我這邊應該都少有新美麗的現實 好啊,那不是那麼棒耶 так 驚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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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我们这个发还给你们 是因为是说将来学期末的时候 你们可以自己把它装定成一側 好不好 就整个学期你说学习到的东西 就会变成你的笔记本 变成你的笔记本 所以不要回去,以后就怕丢到垃圾桶 好不好 那个回去,以后你把它收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笔记本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最要半小时 我们要讲一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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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这一张这一张 这张泡泡是社会学的最关键的地方 抄下来抄下来 没有 已经满了吗 它的背后 背后还有没有 背后还有没有 整个社会学最核心的观念 就在这边 这个社会学的观看世界角度 跟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地方 也都在这边 也都在这边 所以请务必把它抄下来 也就是说 其实人类社会有些共通性 不管是在哪一个社会 不同的族群 比如像在泰雅族 在泰鲁河族 或在汉人社会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日本 都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社会学要去研究 一个社会体系的规则是什么 社会体系的规则是什么 那社会体系的规则里面 主要是探讨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我在这个社会体系里下的 关系角色是什么 在这里强调的是关系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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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关系 所以我同学 我跟你们关系是什么 是跟学生嘛 对不对 不是父子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们这边就是 我们的关系就是 私生关系 那 同学坐在你左边的那个同学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 是有好 很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关系 都没有关系 隔壁都不一世的吗 同学关系 还有学友关系 还有呢 朋友 朋友关系 很好 小爱雨关系 好 所以这是关系 你会跟他 因为不同关系 所以你会发展出 不一样的互动方式 另外 就是我占据了什么结构位置 结构这个东西 社会是很重要概念 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是呢 又是最常不清楚的 又最难讲清楚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举例 什么叫结构 那通常 我们大概分析好了 你的关系是什么 你的结构位置是什么 以后 大概我就可以猜得出 你在这个里面 你会做出什么行为出来 你像刚才那东德士兵 他的反应 像我们讲的那个 史丹佛大学那些学生 去电子人的那个反应 或者说你跟爸爸妈妈打牌的反应 都是跟这个 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请把这一个page 记下来 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讲 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好 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呢 大家可能还不是很 看起来跟进来大学 这边大二同学举手一下 大三同学 有没有大三 大三同学都已经有快毕业的急迫感了吗 还没有 好还早 反正幸福快乐日子还有两年 好 要问的是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都会到某个组织里面工作嘛 对不对 可能到大企业 可能到小企业 可能到学校 可能到NGO 都有可能 那组织里面是不是有分等级 有分层级 比如像我在中山大学里面 我如果在中山大学里面才能够晋升到 什么 教授 我已经是教授了 同学我还晋升到哪里去 校长好 很好 总 校长不行 你敲不起我 实在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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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下说我怎么才能够晋升 同学你觉得呢 要怎么样 大声一点 来同学 人脉 好 去什么人脉 多怎么样 多收点钱 还有呢 同学你觉得什么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来阴的 我没有办法 怎么办 找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 那关系可大了 还有呢 还有呢 努力向上 努力认真发表文章 认真教书 对不对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先把笑容看掉 还有呢 后面的女同学们 这一服 对 蓝色衣服 两个人算是服吗 不是穿班服制服 不是哦 好 没关系 问一下 你觉得老师怎么样才能够往上冲到校长的职位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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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说老师 好 说你自己假如到一个公司里面 你要 竞争 网上竞争 你要怎么办 刚才有人讲人脉 有人讲收钱 有人讲努力认真 把校长干掉 好 还有呢 跟老板打好关系 跟老板打好关系 好 所以也是人脉 好 似乎大家的反应都是这个嘛 要么就是 奴隶嘛 对不对 要么就是关系嘛 有没有照出这两个以外的答案的 有没有 好 想办法自己干一个学校 想办法自己干一个学校 好 很好 史大佛大学就这样子盖出来的 他当时把他捐钱给那个哈佛 结果哈佛那个 那个 职员 看他 看那个夫妻两个走进来 穿着拉丽拉搭的 跟我穿着差不多一样 然后就说 你知道盖学校花很多钱 你不知道吗 那职员就跟他这么讲 那两个创办人就说 真的 那请问一下多少钱呢 那实际员就在旁边 算一算 算一算 你付得起吗 你付得起吗 那两个创办人就看一看 啊 创办学校这么便宜哦 好 就去看那个史大佛大学 好 自己开公司 也可能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社会学看事情角度 不会告诉你制作A或B或AMB或AOB 社会学不是这样看事情的 好 事实际上不是困难 五人生活最简单的哈 来 我要有个问题 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我 我好 我现在教授了 我们系上的美华老师也是教授的 然后呢 他同一样要竞争往上爬 嗯 请问一下 我跟他谁的机会大 男说 我还以为他说男生呢 哎 真是的 男说 怎么说 来 告诉我 为什么怎么难说 两个努力情况不一样 我比他努力多了 这还问吗 你不能是他 好 来 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来 我跟竞争者 谁会被升迁 我们就 社会学会进行说 关系结构的分析 刚才记不记得那张表 这样单抄下来的 有两个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我占据哪个关系 对不对 第二个我占据哪个结构 所以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就会是所谓的 关系结构的分析 他不会告诉你 像经济学告诉你说 算算答案 好 基地论最大化就在哪个地方 没有这么标准答案 他也不会像管理学 他说就是追求最大利润 然后怎样怎样 不会 不会 他的规机方法 复杂许多 但是也很贴近 我们实际的现实 好 请问一下 公司里面 最大的是谁 老板 老板 好 请问一下老板的目标是什么 猫目标 赚大钱 对不对 老板有没有赚大钱 好 好 这公司里面呢 有一条狗 这条狗就是我 我每天工作的那一师范 实际上一条狗的努力工作 那我有个上司叫做A 对不对 有个大上司 有个上司叫做A 然后呢 我就是努力工作 每天努力完成工作 每天加班到半夜 一点两点 可是有个竞争者 他跟我一样要往上爬 这个竞争者呢 就是一只猪 这只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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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也是想着 要跟我竞争 怎么往上爬 然后呢 你觉得上司会选我 我还选这个竞争者 竞争者 他根本不努力 只会海马力 A 因为喜欢这一只猪 还是喜欢狗 猪 真的吗 真的吗 你都觉得 上司都是这么不正直的人吗 好 好 过来 这一个上司 真的很不正直 他每天 这个猪就跟上司去上酒家 上司是男男女的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男的 这只猪是女的还男的 你的会不会上酒家 你的会 你的会不会上酒家 你也听过你的上酒家 你怎么来 我知道有你的上酒家工作的 但是没有上酒家去花钱的 真的吗 上酒家花钱 我上司去牛男店 好吧 我上司去牛男店干什么 我上司同志可以不可以 可以啦 我预测预测上司是男的好不好 这只猪也是男的 我也是男的 假设是男的 因为在这个祖师里面 你的就会排除掉 你的就只能倒茶喝水而已 好 OK 所以呢 假如这个竞争者 这只猪会跟上司上酒家 你居然这个A会选谁 往上升 那是选猪嘛 对不对 每天在这边喝酒 喝花酒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 上司什么样的内幕 都被我掌握住了 对不对 要爆料的时候 我可以爆料他 你不给我升迁 我就爆料你 可不可能 可能啊 所以机会是比较大 猪 好 那我们再看看 那问题是 上司A上面还有没有上司 有 有个大上司X 他还有另外一个大上司Y的 重点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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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猪跟大上司Y 他有亲戚关系 他是他的侄子 同学你觉得谁会被升迁 猪 你觉得狗会被升迁的举手 来 有没有另类想法的 没有 都没有 好 大家都觉得这猪会升迁 从刚才分析到现在 同学 我们分析了什么 我们开始分析了什么 我们开始分析了什么 我们开始分析关系 是不是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最有可能发生 我在里面会分析说 这次书受过多少教育 有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有没有分析我受过多少教育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说 我会讲英文 我会讲德文 我会讲日文 但这次书 什么都会讲 也会讲这个 那同学 请问一下 我们是每天在提论说 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怎么提升竞争力 同学怎么提升竞争力 提高什么 学历 刚才分析有没有提高 这个学历不讲道学历 那你提高学历有什么用 来 后面你同学 你觉得呢 要提高竞争力 怎么提高 关系打好 这个观察就是这个重点嘛 对不对 关系打好 所以当我们的社会 每天在告诉你们 同学你们就是要 努力学英文 你们就是要每天 要认真 强化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呢 他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残酷的社会事实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一种女儿 就可以去美国留学 为什么都不行 为什么 我比较笨吗 好啦 刚才讲的 关系 只是关系的重点 所以 在这分析底下 我讲到的是很重要 关系影响了我们可能的升线 跟你所谓的个人什么竞争力都没关系 那 那 那我还要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就这样子作为代币吗 同学 你还是想升线 你要怎么办 潘关系 怎么潘关系 跟老板 好 跟老板潘关系 很好 还有呢 跟老板潘关系 跟老板潘关系 好 讲的真是太好了 好 但是呢 其实我们再看一看 似乎 似乎也不一定 假如是X跟Y 他们有可能不合 有没有可能 非常可能 对不对 实际上他们两个就吵个半死 这个时候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的 我机会在哪里 去抱X的大腿 对不对 对 机会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 好 同学从刚才分析到现在 从一开始 说他上酒家 觉得猪有可能 到他是 他的子子 又觉得猪 非常有可能 到现在突然间 出现了一个 发现一个关系是 X跟Y 关系不合 是 整个局势又改变了 是不是 情况又改变 局势又改变了 所以有机会 狗的机会来了 狗的机会来了 那 再回来 看一个问题 一个情况就是 那 假如市场情况 像我现在是在 嗯 卖保险套的 好不好 卖保险套现在因为经济不景气 对不对 经济是很不景气 对啊 很不景气 所以呢 大家 就没有办法出去外面消费 只要在家里面做爱 所以保险套是不是销售非常好 是不是 那经济不好的时候通常他们说保险套消费会增加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好 所以呢 这个整个市场状况就 警济非常好非常好 你假如是这个情况的话 老板 他会不会在意说要生猪还生狗 会不会 会不会在意 不会啊 反正我赚钱就好了 这么好赚 我躺的 鼻上眼睛都赚 躺的都赚 我管你是到底是这个生猪还是那个生猪 他跟我不在乎 因为反正他赚钱 可是假如是景气很不好 销售量很差 老板会不会经历计较 会经历计较 会经历计较 他会喜欢这样子 他还是喜欢这样子的 可能都有可能 他也可能喜欢认证工作 他也可能喜欢拍马力的 他最喜欢的当然是两个都有的 对不对 好 老师也一样 好 你要认证读 记得要嘴巴甜一点 好 所以呢 我在讲的时候市场情况 市场情况的意思 就是说 请问一下老板可不可以去改变市场情况 老板可不可以去改变市场情况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我有没有去改变市场情况 不可能 所以 市场情况 就是我们社会学里面讲的结构 结构 先把结构这两个概念记下来 结构就是 既存的这个社会的现象 我们人力 是不可能 不要说不可能 很难去改变他的 很难去改变他的 好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市场情况 所以市场情况 会不会影响到老板判断 会 市场情况会不会影响到 我跟猪的生鲜 会 所以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powerpoint 刚才的这个 好 有没有注意到 我 作为一条狗 占据了什么样的关系角色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市场底下 占据了什么结构位置 那个结构位置就是 这个市场好坏 我就是作为一个小螺丝丁 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 但是他会影响到我 的升迁 好 结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应该比较多的例 比较常见的例子是 性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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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像 来 这边有没有同学 你是男男女的 对 你是男男女的 男的 你左边那个 你觉得他是男男女的 男的 确定 好 他有没有办法变成女的 同学你自己觉得 有没有可能自己有些 就变成女的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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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情况之下 会 应该是没有 那前面那同学 你觉得呢 前面那同学 是你啊 是你啊 你觉得 你觉得 你有没有可能变成女的 不会 那你右边女同学 有没有可能变成男的 不会 不会 你同学 你会不会可能 有一点变成男的 这是什么意思 不晓得 有没有机会呢 机会有 到不到 你怎样 不知道 好 我们讲的性别结构 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是男的或女的 你要从一个性别 转换到另外一个性别的时候 可能 但是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为什么非常困难 它不只是生理上的困难 它不只是说 我现在我要变成女的 我就穿个胸罩 把腿脑剃掉 然后呢 上言之 就这样子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就这样子 我的声音 还变得 快再见 才可以 是不是 要变成女的 是不是要变成 声音要开始变尖 身要变尖 因为我有猴姐 我有猴姐 我变成女生 机会呢 可以 但是是不是很困难 好 就是这个 要所谓结构 结构就是说 那个东西 你已经站了一个 那个位置 但是你要变成 另外那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难度非常高 那个难度非常高 所以 男生要变女生 像以前我们 有几组小组做过报告 他们做 那个transgender 做跨性别的 做跨性别的 他就去问了 这些跨性别的 他们反问的都是男变女 好 都是男变女 好 男变女 最困难的是什么 不是这股价 股价大 还OK 反正你到时候 也不是龙乳 龙乳也是打荷尔蒙就可以的 最困难的是 这个声音 永远都是很低沉的 这是最困难的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同学有没有告诉我 你们知道怎么办吗 如果软身影变得更尖 不要像女生 来 你同学有没有办法 装 装 他怎么装呢 这太困难了吧 对不对 还有呢 装 还有新的什么方法 同学 我第一次听到 这边 头节要割掉的 我第一次听到的 讲头行 早就在那边割了 不会等到你抢的 他不是说 要喝冰水 要一直喝冰水 对 那喉咙你就会收缩起来 收缩起来 你在发音的时候 你会变得比较高 高 肩高一点 好 这个我没有经历过 我不知道 但是那些经历过的人 他就告诉你 要这样子做 要这样子做 好 所以他 这个结构是很难转变 但是他要从某个结构转变 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非常难 非常难 同样的 我们也在讲说 那个 你要从 从所谓的劳工阶级 劳工阶级 很穷的劳工阶级 要升迁到一个 非常有钱的资本家阶级 有没有可能 有 那机会大不大 很小 几乎没有 好 你不要以为 什么 什么那个 Bear Gates 他们是多聪明的人 他自己出来 就可以开一个 什么Microsoft的 要不是他爸妈那么有钱 他是根本开不了 好不好 也就是说 那个 我们看到上流社会的这些人 其实 几乎没有 从底层的劳工出来的 几乎没有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占据的那个结构位置 让你要变成另外一个结构位置的人 困难度很高 所以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在市场生活中应用 我要怎么升天 就是要进行关系结构的分析 那刚才我们讲到老板 他目标赚大钱 我是一条狗 我上次A 我努力完成工作 竞争者B 他呢 他就不努力 只会拍马屁 甚至呢 跟上次A上9 加 他又是 他又是大上次Y的直指 好 那 这些都只是关系性的分析而已 关系性分析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 对 还有市场情况 市场情况就是所谓的结构分析 就是这个结构 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 我会不会怎么样被升天 好 这样子的分析 刚才有没有分析到个人的心理状态 有没有分析到猪跟狗的心理状态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力资源的管理 他都要求你要做心理测验 那什么人格的人就适合进到这个公司 到哪个地方去 对不起 那个 从社会学者来看的话 那个都是狗屎 因为实际的现象 最接近的现象 是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那样子的例子 所以 你不需要分析这条狗跟这条猪的心理状态 所以呢 跟 社会学跟心理学不一样 心理学真的不是太有用 当我们在分析人类行为的时候 所以刚才 刚才 刚才 我们那条狗 把这个局势分析清楚之后 就知道怎么做了嘛 对不对 有同学就建议说去睡老板娘嘛 对不对 可是搞不好 搞不好老板是同事啊 对不对 所以我去睡老板也可以啊 不是吗 所以要分析清楚老板 老板娘的个性 或是什么样的人 你才有办法去做行动 那绝对不是单一的 所以我只要拍马屁就可以 搞不好你拍手马屁啊 对不对 你要去拍X跟Y的马屁 你去拍Y完全没有用啊 因为Y他就是猪的子子 啊 不对 子子是什么 Y是猪的阿姑妈 叔叔妈 还是 我还是他亲戚啊 好OK 所以 我们社会学的分析在这里 没有用到任何心理学的分析 有没有分析到个人人力资本 有没有分析到教育程度 有没有分析到说谁会讲英文 谁会讲德文 都没有啊 对不对 那经济学或管理学最喜欢讲的就是 人力资本高 你就自然会被升迁 人力资本怎么样 可以怎样怎样 实际上刚才的分析 完全没有人力资本的问题 对不对 刚才问你们嘛 你们 叫你们要提升你们竞争力的时候 在这个 在刚才的个案里面 有看到你有什么竞争力吗 好像似乎也没有那么 那么有用啊 好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 大家会有经济学没有用 不用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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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同学修过经济学举手 修过经济学的 修过 修过 正在修了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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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过的同学 好 我大学是念台大国际企业的 然后我念过台大经济研究所 然后就发现经济学完全没有用 后来就转进社会学了 真的没有用 我不骗你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套套逻辑 套套逻辑就是 英文叫Totalogy 中文有发言的同意反过 反正不管 他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因为人都是为了 人都是为了自立 所以你看他做的某种行为 都是自立的 他做出行为是怎样 他不管 就是自立 所以他有想跟没想完就一样 所以说人力资本 会影响到你的就业 对啊 没有说刚开始进入到 进入到就业市场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人力资本不如人家 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观 社会性的观点 认为说 你念经济的可能 经济会比较通 你念社会的可能经济不通 是社会影响到他们要不要入群里 而不是因为你本身有没有人力资本 这个 就是很多人就问说 那念社会学有什么用 是的 念社会学有什么用 那念经济学有什么用 那念经济学有什么用 内容经济学 对很多东西念经济学 经济学有什么用 他会帮你赚钱吗 觉得不会啊 要不然不会把那个安农公司搞垮 对不对 那经济学还有什么用 只是帮你找工作好找而已 那为什么找工作好找 因为这社会认定了 经济学就是比较会赚钱的 实际上不一定是 像九八道也蛮会赚钱的 对不对 九八道是念什么的 学会学啊 对没错啊 你说好念什么的 经济跟社会 经济跟社会 好 不管如果社会学有什么用 嗯 你念我再说好了 好 所以 刚才整个社会学的分析下来 就跟各位同学强调了一点 就社会学分析角度 跟经济学和心理学不一样的地方 刚才那例子就是 所以呢 社会学就是关键的 还是这边 整个分析要搭配着社会关系 跟社会结构 还是回到刚才那张表 那张表里面讲的 对不对 那张表里面讲的 关系 结构 是什么 那我们对事情的判断 就有自己的一套 比较锐利的 比较好的 未来的预测跟判断 好 所以呢 我们整个未来 两个礼拜都要分析 什么叫社会关系 什么叫角色 OK 今天报告到底结束了 谢谢各位 下课 哇 辣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